这边来看一下新赛界两款新业力动作 分别是小说家的欢呼和教授的欢呼 首先来看一下小说家的欢呼 这个动作时长还是非常满意的 就是姿势的话有点事成相识 前半段的话有点像柔拆的欢呼 后半段的鼓掌呢又有点像那个先知的欢呼 虽然动作有些相似 但是小说家这款的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然后是这款动作在局内的效果 另外这款动作的话是不能边走边做的 然后是教授的欢呼 这个动作时长的话非常的短 跟小说家那款比起来的话相差顺远 另外这个拍手的动作跟先知那款 相说也差不多 但是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 然后是这款动作在局内的效果 另外也是一样不能边走边做的 最后这赛季的话有古董双的躺地动作 大家的话可以通过金火珍宝获取 好了以上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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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